大家好 升旗而得讀 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時間 今天也是 農曆年3月14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我們繼續和大家緊貼著最新的時事 這幾天有聽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最辛苦就是病了 今天聲音也算是不錯的 不過現在我真的沒有什麼願望 其實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快點好 因為病了真的很辛苦 第一 我繼續緊守崗位 跟大家繼續做節目 病了做真的挺辛苦的 第一 可能頭痛 集中不了精神 第二 可能聲音會變聲 不過現在的情況也不差 提醒大家 記得保持身體健康 我們回來研究最新的事事 這一節要說的是 是在廣東 廣東 在這幾天 是不斷持續暴雨的 本來 你可能會覺得廣東不關我的事 現在 就是這樣的 香港的租界 越來越薄弱的 而且再加上 中港融合 可能是融解的融 現在基本上 中國大陸爆發 任何的大問題 現在 香港也會成為首當其衝的重災區 最簡單就是這個叫做武漢肺炎 武漢肺炎當然 在全世界都大爆發 香港是難以避免的 現在每一件 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大問題 這個叫做廣東暴雨承災也是一樣的 因為 罕有地 是香港的保安局 我還以為保安局只是負責 說國安法的 終於說了一點 跟國安是沒有關係的事情 就是 深圳排雄 保安局說會 有預警 忽然之間 是殺有介事提出這件事 所以其實也挺恐怖的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臨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 希望你繼續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還有未安裝VPN的朋友 請盡快安裝 好 今節幸好聲音也不錯 其實今天還是相當之頭痛的 已經差不多 過了幾天了 有人可能會問 會不會要看醫生呢 答案是英國的 基本上看和沒有看都沒有大分別 基本上 就算你是沒有看肺炎 他也叫你千萬不要去診所 拜託你乖乖地留在家自己 基本上這裏是徹底 是放任式治療來的 所以 經常提醒大家 記得想辦法 就是自救了 自救也不難的 其實 如果是雙風感冒 大致上你知道你會吃甚麼藥 有一大堆 是雙風感冒的時候吃的藥 應該會幫助你舒緩 關於英國的醫療問題 我們再有機會跟大家再詳細說 其實我們有 是爆料故事的 今天將會有兩節 是相當之珠視八卦的 一節叫做網台大戰 另一節我再跟大家 詳細討論香港前程 大家記得留意 我們說回廣東特大洪水 廣東 在18日以來 是繼續暴雨持續的 廣東官方說這個 北江 將會出現 是50年一遇的 洪風流量 一聽到中國大陸 跟你說幾十年一遇 就大了 因為 浸到七彩之前 中國大陸的官方 都跟你說不是50年一遇 就是500年一遇的 即是說這個是特大災難的前奏 還有補充 就是這個廣東省三房總司令部 在21日 下午的時候 受到強烈降雨影響 北江流域 出現了接近百年一遇的洪水 從50年已經變了100年了 真的是越聽越恐怖 越來越危險 央視也加入報導 說這個水利部針對廣東省 洪水防禦 應急 響應提升至三級 典型的中國大陸官方報導 聽了一大堆 總之就是應變應變 應急 怎樣應變和應急 你永遠都不知道 補充一點 這個叫做北江 應該影響的範圍 是香港 是影響不到的 應該在這個 是佛山 順德 中山 珠海 還有紹興 這次理論上 就不關我們事 本來就好像不 關香港事 但是 非常之恐怖的是甚麼呢 就是保安局忽然之間 跟你說 深圳可能隨時會排紅的 他說如果 深圳排紅的話 是會 及時 盡早通知香港政府 好了 本來整件事 不恐怖的 但是看到保安局發出預警 整件事就變得相當之恐怖的 因為 香港 忽然之間 下了大雨 然後四周水浸 曾經事局 更加在新街北部 發生過大型水浸 北部的大型水浸 絕對是跟深圳排紅有關的 廣東一帶是暴雨 不只是剛才所說的北江流域 事實上其他地方一樣下大雨 既然 保安局忽然之間發出通知 有很多人立即有個疑問 就是到底 深圳市如果要通知香港 到底 會早多少通知香港呢 根據上一次的經驗 上一次的經驗 深圳那方面排紅 他說 在止夜12點 是會排紅的 應該的通告 就是早 十幾分鐘之前告訴香港 這個 真的充滿中國大陸風情的 中國大陸為甚麼 禁詞通知 排紅大家知道為甚麼嗎 就是因為 第一 中國大陸排紅 是不會預先通知的 因為慎房有人反對 還有是民變的 為甚麼 因為基本上排紅是一定 會有大量的民居 會有大量的農村 捲入水災裏 即是中國大陸的排紅 其實是一個 是選人不利己的毀滅式排紅動作 你看看北京就知道了 上一次 為了 要救這個 洪安新區 基本上把整個 獨州 用水染染了 簡直好像在看三國演義一樣 水染七軍 如果整個大洪水來到 你又排 我又排 下面死不死 我不管了 你幫我頂著他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最恐怖的是甚麼呢 是香港 是一個 河流流域的尾段 雖然你說有一個租界 但是有一個租界不代表河流 跟著那個租界 運作的 即是說現在中國大陸 的種種社會問題 現在基本上 就是在香港 爆發的 當然有很多人會覺得可以獨善其身 我都不住在新界北 嚴格來說深圳排雄 的而且確 真的只是影響到 新界北的 因為影響不到 遠在 南邊的九龍 更加影響不到香港島 香港島 是一個島 所以 如果 有人是這樣想的話 其實只是回到最初 香港 受到水貨客 不斷地侵擾 都是 北區的居民受害的 這種態度 正正是促成 香港 後來當時 爆發了這個本土運動 這次保安局忽然之間煞有介事跟你說 深圳會盡早通知香港 令到人覺得 整件事相當之恐怖 就是如果深圳有特大洪水 保證 就是最後那一刻才告訴你 就是排雄 即是說 新界北 很大機會是會再遭殃的 因為現在廣東正在吹奏 又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今天坦白說 被迫滯留在香港 現在香港跟中國大陸的分別真的是越來越小 更加恐怖的是甚麼呢 看看過往深圳排雄 還有香港發新聞稿的時間 在2014年深圳 5月11日8時排紅 香港政府甚麼時候發稿 是8時50分 是不是很厲害呢 2017年7月18日 排紅時間是晚上9點 香港政府 發稿的時間是8時31分 是早了29分鐘的 2018年 2018年8月份的時候 是凌晨2點半深圳排紅的 香港的通報時間 是凌晨2點37分 即是說 你可以徹底用靠害兩個字來形容 這樣通報法 跟沒有通報有甚麼分別呢 所以 真的不是開玩笑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倒下的話 這個世界沒有天災 只有人禍 對上一次的通報 是早了兩分鐘 真厲害了 我當你是上水居民 我當你是真的有看到通告 你 足足有兩分鐘時間讓你逃跑 你敢不感覺到國家對你的愛 我們這一節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你會請人家偷租賬人家 提供 他們可以把保護司使用工具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基本法23條迫害